你别跌终叠了 行不行 我工作室总共就那么几个人 而且都是我自己带来的 只有一个你是从财务部里调过来的 但是在调过来之前就被我策反了 就像你说的 这个世界那么美好 哪有那么多需要提防着的人 不过说到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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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他跟明康是同一批次进入公司的 现在明康已经是设计师了 但是他却还是一个小组长 其实我跟小青以前 我们俩特别地念 一直在一起 可是最近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忽略到他 所以即便小青对我有什么想法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欣妍 我真的觉得你太有动静心了 我得向你学习 不搞叠终叠了 对嘛 哎 我觉得越是放养他 越来是方便插出来 他的幕后主使是谁 喂 你不是说不叠终叠了吗 你现在是叠终叠升级了好不好 亏人家小青还对你那么好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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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请喝茶 谢谢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们工作室装修的费用 我算了一下 三百瓶米 一百万的基础装修费 按说是应该有很好的品质 但是现在别说品质 我们的墙皮地板 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我去找售后又没人理我 所以我就来了 想问问报经理 能不能给我个说法 我能跟你什么说法 那总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没有解决方案 还是那句话 给我多少钱 我就干多少活 不好意思请回去吧 我要工作了 我想重申一下 现在是你们的装修工程 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 我有权追究贵公司的 法律责任 李先生 李先生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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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 慢慢抬 李先生 我就实话实说了 其实这事怪不着我 都是那个王婉东 验过拔毛 剩下那点工程款 根本不能保证质量 买交的钱都不够 现在欠我的钱 还没给结呢 提到这个事 气就被打一出来 我没去找你们东晨 你们就来找我了 包经理 你别急 还有什么情况 慢慢说 还说什么说 都是这个王婉东 当初拖亲戚找到我 让我接这个项目 我想啊 多少也能赚点对吧 没想到是个坑啊 直到现在工程没款 不过节 那些卖地板的 卖塑料的店家 每天打电话向我催账 我做了十几年装修了 从来没这样被坑过 钱没赚到账欠了不少 还有支官司 你也别叫蛆 这个事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 第一 走法律程序 申请立案 第二 我们东晨内部私下解决 但是你要把材料准备好 为我们作证 这两条路 孰重孰轻 你自己选择 你们真的能不急诉我 可以啊 委款能结给我吗 这个你要找王婉东商量 这些只是部分地板 其余的包经理 你答应我 在合适的时候再给我送过来 太触目惊心了 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装修 他竟然就 吞掉东城这么一大笔 我也不太相信 虽然王总监没什么上进心吧 但他平时对我们挺好的 他竟然说 你这次去找装修公司 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从前我们还担心说 王婉东来到工作室之后 会动什么大的手脚 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我们抓到他的小辫子了 好 孟姐 我最近 我最近老听到他们在聊王婉东的事 好像是 什么十万火急 还要上报公司 我总觉得吧 是不是抓住他什么把柄了 把柄 关于什么的把柄啊 好像是 关于装修吧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我觉得吧 王总监这次 谈上大事了 晓晴 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你了 你很有潜质啊 不过这一轮呢 先别有什么动静 静观其变吧 毕竟这个王婉东 也不是什么省心的主 他要才不会轻易让顾欣 这帮人给提出去 有什么动静 第一时间通知我 那好吧 这家咖啡真好喝 哎 哎 这家咖啡真好喝 哎 这家咖啡真好喝 关于什么的把柄啊 嗯 好像是 关于装修吧 哎呀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我觉得吧 王总监这次 是他让大事了 晓妍 我知道 让你听这个 对你挺残酷的 没事 他要 让我一个人打一会儿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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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我 这样 我对了 美说奥 here 不等我進誓奥 好吧 妈 忙了呢 没什么 有空吧 出去聊聊 好 来 馨毅 董事长 小小啊 谁把你气成那样啊 我是替您气不过 您这不是养了一只白眼狼吗 你说谷馨颜 他怎么了 我刚从门店回来 看着他上了林毅的车 两个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您用最好的条件 帮他开办工作室 可他倒好 他分清楚该站哪个队了吗 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行 等一下过来找我 我问他 您问他他能跟您说实话吗 别想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是站在我的角度 考虑问题 可是眼下是用人之计 班牙齐乱树风走了 我无人可用 小不忍 则乱大谋 我可没您这么大的胸怀 我也只能生生闷气罢了 这样吧 最近呢 你不但不能找他的麻烦 还要想方设法替他扫清 工作室开张路上的障碍 后天就是DNA工作室的开幕酒会 你和公关部 抓紧罗氏酒会的细节 一定要做得有胜有色 我也好借此机会 打坐文章 好的 董事长 就按您说的吧 从无道友创立一个品牌 就跟养育一个孩子一样 从无道友创立一个品牌 刚才最近很辛苦啊 都瘦了 我曾经设想过 创立一个新的品牌 会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会这么累 东晨这个月的营业额 下降了百分之十 这么多 璀璨珠宝在拿到 DNA投资之后 大规模的 有针对性的开设门店 东晨现在内忧外患 这也是我今天 约你出来的原因 你帮助李卓然 开设工作室 就是在抢夺东晨 本来已经岂岂可危的 市场份额 你知道吗 林总 我开设工作室的初衷 其实是为了 是为了通过工作室的 供货渠道 接触陶乐琪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 我必须警告你 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已经被李卓然利用了 如果我说我愿意被利用 又或者说 我和李卓然其实是 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 你能对付得了那个老狐狸吗 狐狸也好 狼也好 狮子也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 我十分清楚我的目标 我曾经以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为你可以为东晨牺牲自己 去承担委屈 或者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或许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又或许 我们是选择不同的路 去完成同一个目标 谁知道 这什么 回去自己看吧 您放心 在新品牌的定位 还有受众人群上 我会注意和Evonne的区分 我们先 meteor问 我们下期三个月 在新品牌上 往下期三个月 你会想用 前期三个月 沙庭 来 他 Seiten 我曾经以为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为你可以为东城牺牲自己 去承担委屈 或许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又或许 我们是选择不同的路 去完成同一个目标 谁知道 妈 灵异 曾经是一个我揣测 提防 甚至是憎恶的人 可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 我和她的目标是一致的 当她说我为了东城 甘愿去牺牲 去承担委屈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 分明是她所做出的牺牲 所承担的委屈 哈喽 大家好 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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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妈 好久不见了 杰克 小春 真想你 也想你 妈姐 我这有几个单子 你看帮我签一下 好 你们去忙吧 快去 先忙了 杰克 待会儿去 好 你们先忙 先忙了 杰克 杰克 这怎么都没有王总监的签字啊 这总额没有超过五十万 有顾经理的签字就可以了 就算没到五十万 也得王经理签字的 马姐 你不知道吧 董事长特批的 DMG工作室单笔十五万 总额不超过五十万 有顾经理的签字就可以了 杰克 董事长的那个特批文件我看过 但是王总监在下面加了个特批 工作室每过一分一毛钱 他都需要认课的 有这么夸张吗 对呀 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最近特别小心 极小声味的 杰克 不是马姐不帮你 这没有王婉东的签字 我是不敢动的 没事 还是谢谢马姐 那行 那我先走 有空再来看你们 那大伙我先走了 回头一定再来看大家 好 我先来看你姐姐 那玩玩呗 一分一毛都要经过她审批 马姐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也知道 她这个人喜欢夸大其次 我倒不觉得 每分钱都需要王农签字 但是如果她设卡的话 一定会把这个卡做得死死的 李卓然嘱咐过她 一定要支持配合工作室的工作 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你别忘了 她也是个人 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 是一回事 满足自己的私欲 是另一回事 她为什么这么痛快 就答应在工作室监工这事 肯定是她觉得有利可图啊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不一定向往一个月了 但是 她一定向往六遍事 甚至连一遍事都不会放过 如果工作室以后每一笔的进出 都要在她这里耽误一个环节的话 我的工作还怎么进行啊 报经理的单据准备得怎么样 我们是时候应该联系她一下吧 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王婉东 要是在我们的工作室挂个虚名也就算了 可是现在她摆明了要搞事情 那我们 也就只能给她搞点事情了 你终于下定决心了 来 王总监 杰吉 怎么样 最近这边还顺利吗 顺利 对啊 物经理工作室这边有几笔款 要组个流程 您是不是得签个字 最近事挺多的 有些顾不过来 这样吧 我先拿着 得跟我再看看 好的 你忙吧 报经理 你那边的单据都拿过来吧 你说她一定会来的吧 会的 她已经答应把手里的票据和相关材料 都交给咱们了 几点呢 已经超过约定时间这么久了 她不会反悔了吧 不会吧 她既然想要拿到尾款 肯定就会来的 好 小林 这里不会有冬城的人经过吧 不会被王万东撞见吧 楼上楼上班了 你就放心吧 东西带了吗 带了 其实你快递给我也行 单据元件就这一份 行 你就交给我吧 哎 真能把款追回来吗 我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就帮你搬到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这是我们顾经理 你不相信我 你总能相信他吧 报经理你好 我就是你们负责装修的 那个工作室的负责人 关于工作室的质量问题 我是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的 虽然我们很年轻 但是办事却很牢靠 您手上的这份资料 对于我们来说也同样地重要 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顾经理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也没办法 就那么点钱对吧 现在这笔款 我们一定要追回 还有关键回家 就只这笔钱呢 请你们一定要帮忙啊 报经理 您放心 我们分得清 谁是这个事件的始作用者 但是呢 我想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 请说 无论任何人问你 你都不要告诉他们 你把这些单据给了我们 还有我们见面的事情 也不要和任何人说 如果您还想追回我一块 回家过个好年 就要照我说的做 行 没问题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有时电话联系 好 来 王冬啊 工作室的进度怎么样了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这段时间走账得快多吗 目前业务还没有开展起来 走的账并不多 只有几笔前妻的花销 我正审着他们呢 审着 董事长 以前一汪那边的账 您不是告诉我 要慎一慎再给他们结吗 宛东 我派你过去就是要 掌握财物的命脉 董事长 这个我明白的 关键的事情 我都自己抓在手里了 派过去的小财物 只是让他记记账什么的 您放心吧 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收到的匿名文件 我就马上进来向您汇报了 打开来看看 好 不用找您看 你在工作室的装修上面 动了手脚 没有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 你在工作室的装修上面 动了手脚 你误会了 董事长 我冤枉啊 我冤枉你 现在单据都在电脑里 有证据 你还想狡辩 平时你从东城里 捞多少油水 我可以装作不知道 但你明知道 这个工作室对我意义重大 你还怎么干 我挽动 我看你真的连阎王的钱 都敢赚了 董事长 这 这分明是有人在当陷害我呀 他故意把邮件 发到你邮箱里 你不能相信啊 现在有人举报你 就等于被人要挟住 要被灵异知道的话 你吃不了兜着走啊 给我滚回家 好好带上 不要轻举妄动 董事长 我 何许 你怎么没有想到 老婆 你看 阿姨 你帮你帮你的钱 你帮我携了 我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携帮你帮我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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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帮我去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你帮你帮我 高兴得太早 别忘了 报经理那边的尾款 我们还没给他结 千万不能失信于他 我这就给李主涵再发邮件 董事长 王总监 是我 林薇 王总监 董事长 让我转告你 装修公司尾款的事儿 你要处理得妥善 不要留下什么事儿 董事长收到的邮件里 证据确凿 你还没有给那家公司 结尾款 我 我都已经被停职了 我还怎么给他 处理尾款呢 董事长的意思是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怎么想办法 难道要我自己掏钱吗 王总监 你从中装了多少 进自己的腰包 你不知道吗 还需要我提醒你吗 林薇 你跟谁说话呢 我虽然现在被停职了 但是 我还是东城的财务总监 明白吗 你也别忘了 我在用谁的手机 跟你通话 董事长为什么 不亲自跟你讲话了 你心里没点数吗 把屁股擦干净一点吧 要不然 恐怕你想要再接到 这个电话号码都难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都这样按着 你又喝多了 你这酒蒙了你 我没喝多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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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董事长 来 快还是干杯 啊 谢谢了 星妍 谢谢啊 星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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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星妍 恭喜你 谢谢董事长 今天是东城设计总监 顾星妍的个人工作室 DNZ挂牌的好日子 这是东城珠宝今年的 新举措新路子 顾星岩可是国内 珠宝设计界的明日之星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 谢谢 加油 那是自然的 顾小姐呢 是我们业界的明日之星 能够和她合作 是我们所有人的荣幸 大家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 希望有机会和顾总监合作 那当然 那当然 在座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前辈 我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指教 好好好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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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跟你哭穷 我真的没钱给你结啊 那甲方违款还没给我呢 我拿什么给你结啊 告我 你爱告就告去吧 我还不知道告谁呢 什么玩意儿 来 林总 别来了 东晨的大事嘛 我必须得来 来 林总大驾光临 让我们DNZ的小伙伴敬他一杯 好不好 好 谢谢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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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干杯 来 祝你的DNZ一帆风水 大家干杯 干杯 干杯 酒也喝了你想干 那个 林总啊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您 但是呢 也就不敢问你 说 没问题 那个 事情是这样啊 我们大家呢 都是林总的迷妹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我们为您的个人生活 可是操碎的心呢 在今天这个时候 我就想问一下 您究竟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呀 这个问题问的 这个问题太难了是吧 没关系 我换成选择题应该比较简单 比如说 A 像我们孟总监这样风情万种的女子 B 像我们心眼这样文艺之心的女孩子 C 像芳芳这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 或者是 D 像我这样Q弹可爱的女孩 你选哪一种啊 你选啊 选D 非得让我选啊 必须选 是不是 是 一定要选 必须选 一定要选 快点 A B C D 我选E E E 你这里边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类型 老郑 不是找你呢 吓人的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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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笑 selling 来 送人之后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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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对做 Toni 李里 到了 为管到账了 王总监 您怎么来了 到账了吗 到了 知道怎么到账了吗 是我刚刚在银行给你汇的款 王总监 谢谢了 谢我 你就这么谢我吗 我问你 那些票据啊 材料啊 是不是你捅出去的 不是我 真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谁 说 那个 我 我答应过别人 不能收拾去 你 你说你是不是疯了 就为了那么点尾款 像个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你怎么说话呢 谁像疯狗 什么叫一点点尾款 你财大起俗对你来说一点点钱 对我来说是全年的利润 那些我合作了好多年的建材商的 全部的过年费 全部的口粮 我告诉你 反正材料已经捅出去了 我偏不告诉你是谁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嘴硬是吧 你愚蠢 你以为你不告诉我吗 我就不知道你捅出去谁了吗 我告诉你 这笔账我迟早给你算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 我必须要说两句 作为中国珠宝人 我带领东城十多年 历经图治才走到了今天 我一直在想 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回馈 国内的珠宝行业呢 终于老天带我不薄 让我遇见了顾兴颜设计师 他让我看见了中国珠宝的未来 凭借他的天赋和努力 一定会为中国的珠宝业增添光辉 所以借今天的机会 我有一个全新的计划 与大家分享 我打算向国内外珠宝届征集 已经消失了十五年的 琉璃钻工艺 众所周知 这份专利由东辰上议人的领航人 唐婉荣女士所有 自从唐女士去世以后 国内就再没有 极品琉璃钻出现过 所以 我将公开向社会 征集琉璃钻的企业 一旦征集成功 就将作为DNZ工作室 下一季主打产品 而且 我自愿交我个人 在东辰百分之二的股份 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 以此 向唐婉荣女士致敬 你放出吗 有百分之二的股份 东辰珠宝最新消息 东辰珠宝董事长李卓然 在成立DNZ工作室的协会上 宣布将用个人百分之二的股份 换回世传多业的琉璃钻工艺 并向唐婉荣女士致敬 我自愿交我个人 在东辰百分之二的股份 作为交换琉璃钻工艺的条件 以此 向唐婉荣女士致敬 我需要 为了 成立了 曼 李卓然想要征集 您曾经的专利设计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连 连 我 王总监 顾欣言 我等你很久 您这是 你别装了 我已经被停职了 什么时候复职 不知道 都是因为你 我谢谢你啊 您喝多了 我早就跟董事长说过 你这个人不简单 他不听我的 现在还因为你要把我扫地出门 您要是真的没有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董事长为什么会挺你的职 把你扫地出门呢 给我站住 这个事 你跟我一起去见读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您要是再不放手的话 我可就报警了 放我去 等我去见董事长 你再不放开我就报警了 你报警 你跟我去见董事长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林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不是走了吗 我看你从咖啡店出来 我就立刻跟出来了 没想到孩子晚了 林哲 救命啊 来人 林哲 我 救命啊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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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哲 你没事吧 快点打电话给救护车 快点 快 كل事 芯业 跟你商量个事吧 马上就见到医生了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我怕进去 就出不来啊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现在还没女朋友 你客帅一把呗 逗你呢 我是开心笑笑地走过力量 不会就这么倒下的 运程 你一定会没事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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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我给你通了信啊 以后你们部门的预算随时拿给我 当天来 当天就给你报上去 你的阿丁神灯来了 一不小心哪 我愿望都失下了 你什么愿望 跟自己喜欢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城市 将来在这城市的万家灯火中 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 亮一盏小灯三个小火 我在这座大厦里 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 没有能力保护你 没想到别人满了 灵灵 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客帅一把